今天這部影片就是要來分析市面上的這些光子嫩婦有什麼樣的不同 其中就包含了我自己身所裡有的 同業沒有的 還有我自己親身體驗過的 總之就是滿滿的實戰經驗 滿滿的乾貨 記得炒好筆記 來分享給各位求美者 在做光子嫩婦的路上不要被坑了 至於那些沒有看這篇筆記的人 那我就幫不了你囉 各位愛美的觀眾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你的藍球秀藍球說醫美 我是你的醫美顧問藍球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醫美的經典光子嫩婦 我們都知道醫學美容每一陣每一陣都會有所謂的爆款出現 像去年2020年上半年最火的一定就是熱馬雞 以及下半年就是Fotona 4D 不過這些療程都是來的快去的也快 都不像光子嫩婦能過這麼長的時間依然屁離不搖 在這20年的期間光子嫩婦當然也演變成非常多不同的樣子 各家的廠商也都推出自己版本的光子嫩婦 甚至有的廠家一家就推出不同等級的光子嫩婦 去Target小型跟大型的診所來使用 也因為如此 市面上光子嫩婦有的賣100加幣到500加幣都有人賣 就是因為這些機器使用的不同 我們常聽到的有OPT、M22、AOPT、DPL、BBL還有Nodalus 可能不知道的人還會覺得這是韓國偶像團體的名稱呢 光子嫩婦的作用原理是利用選擇性光熱作用來改善皮膚 講人話就是你想像每一條光線都有自己的個性 有的喜歡黑色素有的喜歡血紅蛋白有的則喜歡水 光子嫩婦就像是一個大套餐一樣把這些光聚集起來一起送到你的皮膚 所以那些喜歡黑色素的光線能幫助你改善暗沉、美白 喜歡血紅蛋白的光線能幫助你去除紅血絲、對付痘痘 喜歡水的光線因為會產熱所以能夠去做嫩膚緊緻的功能 也因此光子嫩膚一直能站穩全方面基礎醫美這個角色 最早期的光子嫩膚沒有那些品牌概念的 可以通通稱之為IPL IPL就是把一整段長長500納米到1200納米的光線 全部送到你的皮膚當中 因此會有能量過強、過大等問題 加上早期的機器能量不穩定 非常的容易燙傷 就算今天這個操作者非常的驚艷 不燙傷你依然會有皮膚過熱疼痛度非常高的問題 在治療的過程當中不僅術前需要復麻 療程的過程當中需要用冷風不斷的去吹 結束完之後還需要不斷的去冰敷 確保皮膚不會有過熱過燙反黑的問題 所以在私立的醫學美容診所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不太會使用IPL這樣的機型了 多半都只剩公立的醫院或者是小型的美容院才會使用 不過對於預算比較低的求美者們 記得選擇大型的機構 如果他們的價格在100加幣以下的話 它的性價比還是比較高的 再來我們進入到各家廠商製造光子嫩膚的時代 第一個當然要先說一下補給率最高的 美國科藝人Luminous的產品線 你聽到的那些很有名的OPT王者之心 M22王者之冠 AOPT王者超光子 這些什麼王者亂七八糟的系列 都是他們這一家公司出的 OPT可以說是光子嫩膚新舊時代的重要劃分點 沒有OPT你可以說就沒有光子嫩膚補給到整個醫美圈中 因為它首先做到了能量穩定輸出這一點 以及它改變了原本的IDL單一輸出的傻瓜機模式 改為用七個不同的過濾片 讓你可以選擇不同的光來使用 這樣的好處就是可以針對客人 有更細緻化的選擇 客人的滿意度當然也就更高了 也因為這七個顏色不同的過濾片 OPT也被坊間的醫美稱之為彩蔥光 因為彩虹有七個顏色嘛 M22是OPT的進階版機器 但說實話它並不是更新一代的光子嫩膚 因為在這台機器當中 它還是使用原本OPT一模一樣的光子嫩膚技術 只是多了一個飛縮雷射的激光把手 這一台機器對於醫美機構來說 可以一機兩用 一台機做兩個不同的療程 飛縮雷射是一個針對痘疤、痘坑 非常有效的一個治療手段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做光子嫩膚的話 你選擇OPT或者是M22都會是一樣的 我唯一可以想要的優點就是 如果你今天兩個項目都想做 那你可能選M22 非常的方便、很簡單 你也可以要求你的醫美診所給你打個折 再來就是科醫人的旗艦機種 AOPT則又是M22的進階機型 不像M22只是增加了一個飛縮雷射的把手 它真正有在光子嫩膚技術上面做提升 首先它把本來OPT有的七個過濾片 變成九個過濾片 多出來的兩個過濾片 一個是針對更頑固的血管問題 一個是針對痘痘 在能量調整方面可以去調節每一個紫脈衝的能量密度 好簡單的理解這句話呢 就是說如果你的操作者夠厲害 它這一台光子嫩膚 可以去隨便的調整它在你的皮膚當中 要它怎麼跑就怎麼跑 但是如果你的操作者技術是普通的話 你可能還用OPT的預設模式 還會更好一些些 簡單來說呢 就是AOPT這台機器非常的看人使用 如果經驗不夠的人 還不如不要使用它 OPT M22 AOPT 以上三台就是科藝人公司的光子嫩膚 再來我們來說BBL 又叫做BB光 它是美國Sighton公司的產品 他們有一個非常好聽的Slogan Forever Young BBL 永保青春光子嫩膚 這台機器在美國特別的有名 主要是因為美國Stanford大學的基因研究小組 有一個長達10年的研究 就用了這台機器去證明 光子嫩膚能夠真正的逆轉基因抗老 哇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馬上紅遍美國大街小巷 為之瘋狂 每個人都想要來一下BBL 所以這時候你一定會想說 哇 那這個BBL在光子嫩膚的技術上 肯定有過人之處對不對 好 很可惜 真的沒有 我說一下的規格 就是BBL有6個不同的過濾片 其中5個和OPT是完全一樣的 而那一個OPT沒有的 叫做BBL420 它是專門針對痘痘的過濾片 而後來推出的旗艦機AOPT 也推出了專門針對痘痘的過濾片 效果也比BBL來得好 但難道BBL就沒有什麼優點嗎 其實還是有的 這個探頭有大中小不同的尺寸 我不知道做過光子嫩膚的朋友們有沒有注意到 光子嫩膚的探頭是一個水晶 而這個水晶通常都是非常的一大塊 臉部有一些比較小的部分 其實是很難打的 因此BBL公司有出特別小的水晶探頭 針對一些比較窄的部位 像是鼻翼或眼窩的部分 都可以很輕鬆的cover到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BBL在製作上面 非常貼心的一點 再來就是他們還有搭配一個藍寶石冷卻系統 讓這個客人在接受療程的時候 可以感到更舒適 不過除了這兩點之外 我認為BBL最大的優點還是它的名氣高 如果今天你做醫美療程的一部分 或是希望打卡發朋友圈的話 肯定是選BBL 沒錯 因為你在hashtag的時候 你得到的戰術跟能氣也會比較高 再來我們來說 DPL又叫做載普光 精準光 是以色列菲頓公司輝煌360多功能機台 上面的一個功能 為什麼叫做載普光 因為它選擇的光非常的窄 我們剛才有說一般的光 真的不是從500一直到1200 菲頓載機選的光只有短短的500到600之間 以及550到650之間 一個針對黑色素 一個針對紅色素 不用什麼煩惱 看到客人需要什麼 你就直接做什麼 我覺得菲頓這個設計非常的好 很適合新手跟新加入醫美的從業者來操作 對於客人來說 不用太擔心 只要看到這台機器 就知道說效果一定不會差 雖然它可能沒有一些什麼太大幅度 太驚豔的功能 這樣簡單的操作 無論對於從業者以及客人來說 都是一個保障 最後要來說一下Nodeless 新耀光子嫩膚 我上次最後一次查 目前全中國只有6台 而溫哥華這邊就只有一台 這台機器又被稱之為 光子嫩膚界的愛馬仕 這台機器的價格 確確實實夠 你賣10個薄金包了 新耀光子嫩膚最大的特色在於 波長剛剛好 熱量極低這兩點 我跟你們解釋一下 這部分會有一點點複雜 如果我們今天看到 光子嫩膚上面給你標示的是555 OPT的意思代表它是 555到1200這麼長的一個光線 如果你今天在DPL上面看到 555指的是555到655 只有短短100納米的光線 在新耀看到的555呢 指的是555到950納米的光線 我知道大家聽到這邊有點頭暈 說你跟我講這堆素到底是什麼意思 新耀光子嫩膚的特色就在於 它只留下對於我們皮膚吸收這些色素有用的光線 其他那些950以後為什麼不留呢 是因為這些光線它們特別容易吸水 就是讓皮膚產生熱的原因 我們要提到就是新型的光子嫩膚 它應該是對熱能量比較小 所以我們應該是比較舒適 新耀光子嫩膚就達到這一點 它不會像是OPT太長 也不會像是DPL太短 是屬於剛剛好的範圍 既能夠達到效果 也不會造成皮膚過熱 那你可能會講說 我剛剛講說這個OPT 還有其他這個M22、AOPT 不是就已經對皮膚來說不會過熱嗎 沒錯 但是新耀光子嫩膚算把光子嫩膚又帶上一個等級 好我用數字給大家解釋一下 其他的光子嫩膚在發射能量到我們的皮膚的時候 會產生30到50焦耳的能量 而新耀光子嫩膚僅僅只有8焦耳的能量 你就這麼理解 這個光子嫩膚它在你皮膚上產生的熱 只有其他的1.5、1.6都不到 它的好處在於做療程前你無需敷麻 在做療程中你不用吹冷風 在療程結束也不會覺得整個皮膚很塌 但心會反黑 這就是它最大最大的好處 因為熱量低 心耀光子嫩膚也非常的容易 和其他的療程同時配合同時一起做 在做完這個光子嫩膚之後 如果你有些針對性的問題 需要通過激光來解決 可以在同一天 直接同時做光子嫩膚和其他的激光 這在其他的激情當中是不可以產生的 不然我們的皮膚就會有過熱能量過剩的情況 但在心耀當中卻是合理 可以讓療程效果倍增的方式 那也要客觀一點來說一下 心耀光子嫩膚的規格 首先它有六個不同的過濾片 三個不同的激光 這六個過濾片能夠除痘痘 除色素 除血絲 以及可以除毛的功能都有 除毛還細分為比 除淡色的毛髮 以及深色的毛髮 在激光這部分就非常的特別了 有兩種不同的飛碩雷射 以及一種血管型雷射 可以看到心耀光子嫩膚 它一激不是只有兩用 一激可以六七用 對於一些小型的醫美機構 你可能買一台心耀光子嫩膚 就可以幫你把所有的大小事都包辦 講完有點之後 要說一下心耀光子嫩膚的缺點 像其他的光子嫩膚機器 在它們切換功能的時候 都只要去替換它的光過濾片 即可達成 心耀光子嫩膚呢 把每一個功能都製作成獨一的把手 我們在操作上要替換的時候 就比較不方便 現在要讓你看一下 我手上的這兩隻光子嫩膚 跟兩隻激光的把手 像這麼厚重的東西 我們在診療的時候 要去替換它們 就顯得特別的不便 除了這一點點的不方便性以外 心耀光子嫩膚仍然是 這世界上最好用的光子嫩膚 最後幫大家總結 一樣會製作一個表格 可以螢幕截圖收藏 經過我今天的介紹 你會想使用這六台 光子嫩膚的哪一台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和我一起討論 如果你是第一次嘗試光子嫩膚 不知道該怎麼選擇合格的機構的話 我會推薦你去信仰平台 它們有一個功能叫做每次卡 可以自動的幫你過濾自己城市當中 那些合格的醫美機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呢 歡迎按讚跟收藏我的頻道 也歡迎你分享我的影片 給更多人看見 藍球說醫美 我們下次見